是从波的智慧起 智慧的抉择分别 所以分别 不做分别想 所以说分别 其实是真如性 意思真如 真心本身就有分别 有能力分别 但不是 凡夫的执着分别 据此而言 一清见此离成 而有分别性的真心 欢喜得先离六成希望之境 方能维系揣摩 并身心直接提取 又判别 心之真望 是一切修行的总根本 是故我们 对此节敬文 西家玩味 体察 而且应用于日常 以及禅作中 自心的观察 方是活的 佛法 所以 禅是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什么是禅 入万人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什么是禅 禅于撒纳中 极尽永恒 就是禅 撒纳 等同永恒 每一个撒纳 通通是永恒 没有撒纳 也没有永恒 撒纳方便说 永恒方便说 不存在撒纳 也不存在永恒 只是如实之 如实见 如实无所住 如实无所着 路路不动 无所谓过去 无所谓未来 无所谓现在 无所谓当下 无所谓撒纳 也无所谓永恒 撒纳永恒 通通方便说 慢慢地体会 310 经文 即使阿难 以诸大众 莫难自私 全论 莫难是因为 妄心被迫 无言可对 不敢再辩解 所以 莫然 然而 妄心碎破 真心 仍未误 无依无靠 所以叫做自私 往前 误不了真心 是吧 再来 往后依靠 佛都说 那是妄 不可依 真还没有开花 妄 又不可依 所以 即使阿难 以诸大众 莫然自私 顿思所依 平常所依靠的 那个能推论的 能思想的 佛陀说 竟然不是我们的心 这个就是 没有误 就觉得很落寞 不晓得怎么办 进不去 下不来 卡在中间 今晚 佛告阿难 世间一切诸修邪人 现前 虽成九次地定 不得漏尽 成阿罗汉 皆由 只此生死妄想 误以为真实 事故如今 虽得多无问 不成胜果 注释 九次地定 三圣 凡圣 共修的禅定 分为三大 接次 一 世禅 二 世定 三 第九次地定 世禅 一 离生喜乐地 得出禅 二 定生喜乐地 得二禅 三 离喜妙乐地 得三禅 四 舍念清净地 则世禅 这个以前我们在十四讲表 都解释过的 第二 世定 以空无边处定 二 世无边处定 三 无所有处定 四 非想非非想处定 第三 叫做第九次地定 因为前两种合称为四禅八定 而且其中注定都是由低而高 次地而入 所以修到了四禅八定之后 便可进一步修第九个次地之定 由四禅八定为凡夫定 甚至印度某些外道 亦修此定 顾其果报 还是在三界之内 无法灭烦恼 而第九次地 并 则是小圣 圣位所修 以其能以定力浮灭 受想 二运 诸位 这个受 这个受想就很难了 苦受 热受 忧受 喜受 舍受 舍就是不苦不乐 不忧不喜 苦乐 忧喜 舍 这五个兽 统统要放下 一般人觉得世间是苦 他就会掉眼泪了 他觉得他的命不好 他就开始牢骚 抱怨了 对不对 碰到了喜受 就忘我了 轻飘飘了 你可以 看看到 那个世界的写美大会 他宣布的 他从第三名 第二名开始宣布 看到他宣布 第一名的时候 MISS ARGENTIN 阿根廷 阿根廷 他就 感动了 因为他宣布以前 大家都不知道谁是第一名 感动 掉眼泪 然后就是 手就 很感动 就是开始 高兴到哭 是不是 如果在座主委 以你们现在的心境 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姐 去参加 世界写美小姐 得到第一名的时候 台湾 MISS Taiwan 刚好你得到第一名了 你也在哪吒头呢 为什么 你会想到 阿根没老 阿根没死 阿根没吵 没生疼 因为你现在有智慧 就会一直推论一直推论 我们都文艳了 所讲的每一句句句都是真实 所以你就不会迷沼 执迷在 现在所有的成就和错觉 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 不足取 那也没有什么 所以用英文那一句 就一直参 你得到了 世界写美大会 第一名 然后 接下来你就问 And so what 又如何呢 接下来呢 不会老吗 不会病吗 不会死吗 不会生病吗 不会长虫吗 死了以后 不必活化吗 哎呀 你们佛教啊 真没趣 才讲到 一股浪漫的贤美气氛的时候 就全部都被你们教习了 跟你们这些佛弟子讲话 真没趣 每次都讲到不敬观了 白骨观了 所以佛陀 全世界 只有佛陀讲真话 全世界的人都讲假话 知道吗 全世界的人都讲骗你的话 只有世尊讲的 统统是真话 可是真话 大家都不要听 大家听到 小姐你按讲哦 怎么个讲话呢 小姐你很漂亮哦 他就喜欢听这个啊 小姐啊 你剩下一堆骨头哦 小姐你死啊 小姐你死得快啊 他就会 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讲真相 人家不要听 讲假相 大家都要 这个就是世间哦 这就是世间哦 所以要 拂灭这个受想厄运啊 所以又称为 灭受想定 放下种种的感受 放下种种的放想 心就定 若受想灭 则行运一喜 行运就是 三叶照作 叫做 生灭无常 生口意 生灭无常的照作 就是行运一喜 因为 因为色受想都歇了 故意称灭尽定 若得灭尽定 变得断烦恼 说我生已尽了 犯恨已立 所作一半 不受后有 说我生已尽了 就是我今生今世啊 已经 就是 办完了 断烦恼了 犯恨已立 也就是说 包括 难尼呢 欲望呢 包括 妄想难尼的 映现出的 那个头脑里面 动念 都没有了 犯恨已立 就是清静 难尼完全清静 包括内心的 那个维系的欲 念头统统没有 所作一半 该做的 已经结束了 生活已清静 不受后有 就不再轮回了 诸位这是 何等的境界哦 而正阿罗汉 得入涅槃 还好我们有个 净土法门 好好念佛 一样 可以了生死啊 然而 所以称为 灭尽定啊 其实 并不灭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维系的 生灭心 还在 以巴士还在 为什么巴士呢 以巴士 最维系的 生灭心 中间加这几个字 你才看得懂 以巴士 最维系之 生灭心 还在 以巴士 最维系之 生灭心 还在 若都灭尽了 巴士 一灭 就连维系的 巴士都没有了 那么是谁 入涅槃呢 就没有涅槃可入了 生死 涅槃就整桶空花了 就是因为巴士 那的维系 还存在 才叫做 一讲 有入涅槃 然二圣人 以不发 度身大厌 故如来 慈悲 教令 入化成 止息 化成 就是 只是方便的 你正阿罗汉国 还没有就近菩提 还要继续前进 暂时 给你休息一下 化成 就是方便 到达一定的水平 但是不就近 化成 就是方便而已 有 所以的第九次第六 但不断烦恼 只是压福六世 令不现行 压福六世 所以在座诸位 如果你不攀岩外境 不攀岩色身相位处 法 不代表你内心里面 就有办法定 如果你没有开波罗智慧 内心的维系 冲力 还是很大 修行是点滴功夫 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你也不贪 财色明十岁 也不贪糟 色身相位处罚 但是问题来了 你内心里面那种 维系那种 强烈的 动力 烦恼 都一直存在 因此师父 为什么劝你 你要支持佛号 接下来 我们讲堂就要打佛七了 这个可是大好的机会 为什么要劝你 要修学净土法门 这是最稳当的道路 开大波罗智慧 烦恼减少了 一方减少了 正好修净土法门 万年放下 一年提起 但提这句 那么阿弥陀佛 不是更好吗 所以严度那年 只有帮助你 往生机的世界 帮助你了生死 底下 虽得第九次第定 但不断烦恼 只是亚福六世令 不现行 此第九定 即称为无限定 此为凡福定 以不断烦恼 以不断烦恼 所以不能正圣国 路年盘 阿罗汉又硬供 杀贼无生 降入前世 二圣至阿罗汉之无生 为烦恼不再生起 我们讲众生众生 就是烦恼一直生 接着众生 以及不再来三界 受生之意 然此 非诸佛所证一切法 毕竟不生 不灭之无生 所以如来 十号宗 也有阿罗赫 就是应供 应供 我们念 诵八十八佛 都一定会念到 佛的十种名号 此事真不生 为如来境界 而阿罗汉 之不生 为化成之权不生 权就是方便说而已 以其智跟愿 皆不堪愿行 故令子化成暂行 化成之黄布断祭禅师 大师所谓的 为之小儿体 小孩子哭了 暂时 哪一样东西 不哭不哭了 让你不哭了 为之小儿体者 四爷 生死妄想 生死有两种 一 分段生死 为一切凡夫众生所受 以其一切的生死果报 以其分段而受 所以称为分段生死 对于 对于